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款近期 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 三高代谢宝 我知道大家每天都很忙碌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够忽视健康 现在三高问题是越来越常见 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失调造成的 而这个三高代谢宝 正是为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患者的 特别设计的食疗补充品 它融合了多种天然成分 效果超乎想象 想深入了解的观众 可以点击下方链接 或者直接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希望三高代谢宝 能成为您健康路上的好伙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心 中国经济萎靡不振 没有了赚钱的机会 外资是持续的撤离 那中国股市也是一蹶不振 北京为了提振股市 这个强心针是一针接一针的打 因为是强心针打得太频繁了 A股都已经麻木了 所以这个股市还是软趴趴的 上个星期 中共国企有金融国资委支撑的 这个中央汇金公司 在时隔8年之后再次出手了 一次就增持了他控股的四家 中共国有银行 大约6500万美元的股份 那这四大银行呢 可能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就是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还有工商银行 刚才我们提到 这间公司是时隔8年再次出手 那上一次增持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2015年 2015年股灾之后 那再一次呢 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期 这就让外界非常担忧了 因为在表面上看 股市虽然是低迷 一蹶不振 也就是信心问题 阴着跌 并没有出现2015年那种 天天千股跌停 杠杆断裂的危机啊 那中央汇金这个时候出手 只是为了提振股市吗 是不是中共的这个金融系统出事了 难道大陆的金融系统风险 已经去到了2015年 2008年的那种程度了吗 我们请美国华裔经济学家 原亚洲房地产协会研究委员会常务 黄俊先生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中央汇金呢 一般来说 它的这样出手的 就次数不太多 但是都会有出现 就像市场 西方出一个信号 就现在就是 所谓的国家 对所谓的中央出手 去救 掌救这个中国的金融市场 应该说是国内的黑股 这情况 它是作为一个这样的 一个双船去做 至于它增持6500万美元的部分 这些其实都是 左手都会大入手的问题 都是国有资金的问题 当然你说实话 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中国经济情况 就是撇开股市来说 就整体经济情况来说 其实已经是 有些行业 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还有严重 这份的股市表现来说 就跟2015年 就差不多 比2015年稍微 好不容易去 而且2015年 我看到当时曾经最高 去到4000多点 而现在基本上 是3000多点来徘徊 但是不要忘记 中国其实一直在 不断的发行新股 而且尤其它是 原来的叫做审批制 现在叫做注册制 就不断有新的公司进来 这整个市场容量 我们看到反而是 资金越来越少 那证明的中国股市 是一个 居然说投资价值不高 它用这种方式 就像市场就 发出信号 就说 现在就是大家可以去 跟着国家队去 进场去炒股 但一般来说 按照过去的惯例 而国家队进去之后 短时间之内 有可能有些反应 但是没有 要是说整体的经济情况 不改善 因为股市一般来说 它是提前 大概三个月到半年 对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要是说 整个经济预期 都没有变好的话 也会跌回去 所以要看 真实的一些经济数据 我们说 经济政策能否 真的是有所改善 目前看到来的话 我们除了这些刚才说的 这种短线 打个麻烦 就是兴奋一下 身上线技术一样的东西 长期来说 目前能够拿出手的利好 应该就是 第一个就是 布林肯反华 然后就是 承政部长 越伦反华 甚至书莫反华 而且可能就是 目前据闻 就可能就是 北京 就是习近平主席 可能就是在下个月 可能就会 跟拜登在三反四 可能会见面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 那应该来说 是中美关系改善 才是真有利的一个 这样的信号 而目前的这个四大行 估计可能是配合 最近的中美关系的利好来出来 但是就有点急吧 我觉得就是 因为目前的经济群 还没有 我们说那种数据方面 会根本性来改善 谢谢David 那您预计 这一季强心针 会有效果吗 会不会和之前一样 没什么效果 A股继续软啪啪的 外资继续跑 当时可以预期 就是中美关系 要是说能够在 拜登跟习近平 谈话之后 能够有所改善 能够真的是 我们说 包括现在中国出口 美国商品 我估计可能会 可能会在了解 这个问题 你要明白美国是很多那种 Robin游税之团 而且就北京一直 花大家钱去游税 包括我们说 也有一些美国企业 在中国其实一直在投资的 他们也有很多利益的关联的 那有可能就是 把部分商品的关税降低 或者是说 例如芯片 高科技方面 有一部分就放开 我们已经看到 很明显的信号 就最近美国通知了 日本跟韩国有一些 中高端的芯片 可以向中国 非管制的 其实清单的企业 去我们叫出售 这是一个非常 让大家惊讶 你虽然是说 卖给那些 非实体清单 监控的名单 但是这些企业 它哪里需要 这么多这种高端的芯片 那有可能 就是有部分的 可能又转移 我过来说 转移加工 又给了那些 受那些监控的 那些企业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明显就看到 这个游税 是有效果的 中美之间 可能就先 未来的话 美国可能 会做一些相应的样步 那同时 当然我觉得应该 北京来说 都会有一定的样步 可能就在 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把之前的 对政治方面的 过分的敏感性 可能会降低 就可能会转移到 一部分 去关心中国 目前的经济的危机 怎么弄 因为我们看到的 中国情况 其实应该来说 可能比我们想的 可能还要严重 因为事业力问题 人口老龄化 房地产的危机 金融危机 还有这个出口市场 那个这样的 一个萎靡不振的话 应该来说 就是最终结果 可能逼着它 要倒闭它 一个有限度的 一个降步吧 谢谢各位 近期 其实我也有看到 中国大陆 有关于股市 现在一个分析 是说呢 目前市场 处于存量资金的 博弈中 这个资金是 既有中资 也有外资 那说这个资金结构 其实是十分脆弱的 目前外资 持有A股的市值规模 大约在 3.5万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这是 占自由流通市值的比重 差不多在9%左右 那这些外资 外资都买了什么样的股票呢 这个分析师说 主要集中在消费 医药 新能源 这些老赛道板块上 目前呢 这些外资 还是持续的流出 那中资怎么样呢 分析师说 中资也一样 2021年A股见顶之后 大量的机构和散户 都被套在了消费 医药 新能源 这些赛道里 那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外资和内资 都被套了 但是外资 在持续的跑路 那内资呢 分析师说 内资是割肉 换赛道 因为今年以来 这个AI的概念 是被热炒 所以内资呢 是割肉 去追AI概念股了 但是呢 不幸的是 又被套在了 AI里面了 看来中资和外资 都被套住了 如果这个时候 没有资金进场 来接盘 其中一方 如果开始抛售的话 会不会是一场股灾呢 所以中共现在 增持四大行 是不是为了 稳住股市 来吸引接盘侠 或者说 韭菜入场呢 有时候 北京做的事情 它不可能 去单一目标 它第一个目标 就是针对 我们看到中国的 一个资本市场 因为资本市场的 不活跃 其实它也很难 割韭菜 所谓的上市融资 说好听 就上市融资 说到不好听 就是一个权力的游戏 让大家能够 在里面能够 找到 因为它是有个门 就像那有一个门槛 门票 让你能上市 就像那里面 可以割韭菜 可以肆无忌惮地 去捡股市 当然它有很多企业 需要这样做的 它的四大行 因为四大行 它在整个中国股市里面 股市的指数里面 它有个权重 四大银行的权重比较高 它稍微动一点点的话 整个股指会有变化 刚才我们谈到了 割韭菜和中共的 这个金融系统风险 那对于这件事情 英国的金融时报 发了一篇文章 这是一篇评论文章 文章认为 北京的这个新举措 应被解读为 是房地产市场违约水平 对市场稳定构成了 明显威胁的早期迹象 也就是说 中共的这个举措 不仅仅是股市 还和房地产危机 是有关联的 那黄军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些大银行 其实他们在房地产 这个行业里面的 反而是 它发生贷款 这个比例相当下的 但是他们主要是 集中在 底下案件这一块 其实恒大 绝大部分的债务 都没有跟中国银行 中国农商银行 政策银行 中国共产银行 四大银行 有车上滑起 它主要还是 中小型银行 什么造商银行 民生银行 这一些的 那些中小银行为主 那他们相对说 操作没有 中小型银行 这么灵活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四大行 其实在 房地产危机上面 他们是 比较小 比较小去碰 房地产企业 但他们做的 房地产案件 会比较高一点 例如那个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尤其建设银行 跟中国银行 他们做的 房地产比较贷款 它相当说会比较多 第三方面来说 我们例如 以恒大为例 恒大的一个 大概2万亿人民币的 一个负债 其中跟银行 借的不超过 5千亿 四分之一左右 是跟银行有借款 相当于大部分 是有那个 例如那个上下游 承建商 承包商 各种配套企业 拖欠的款项 还有发行的 那种债券票 去组成的 这是大头 所以它并不是说 欠了 这个四大行 很多钱 而且它还有 这美元债券 是境外的 所以这个说法 是有一定的感觉 它让你感觉到 好像是这样子 其实真正原因 还是针对主要是 目前中国的 金融系统的危机为主 谢谢David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 订阅并且分享 我是童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